产房刚出生一个婴儿医院瞬间变成战场 住院部被封锁 警察围得水泄不通 几个壮汉站在产房外不知所措 紧张中透着恐怖和恶心 他们不敢迈进产房半步 里面不断传出惨叫 最后医护人员拿了一只铁龙 用黑布盖住婴儿 迅速将它转移 此后接征的医生和护士也离奇失足 20年后 一个电台直播栏目接到一通神秘电话 男人阿强讲了一个恐怖故事 说的是20年前 7个孩子在操场上踢足球 秋不小心踢进了树林里 一个男孩去捡球 没过多久 男孩就跑了回来 像是变了一个人 躲在角落里浑身颤抖 嘴里还在不停地嘟囔着 男孩被吓得精神失常 校长得知消息之后 跟着同学们的指引来到了树林里 他拉开房门一看 顿时就被吓傻了 只见那铁笼子不停地撞击着墙面 里面的东西长得像人又不是人 婴儿的哭声夹杂着猪叫声 就连校长手中的圣经都不断地颤抖 开始冒烟 不久之后 校长也瘫痪在了床上 此时主持人紧张地询问 你没有告诉我们到底看到了什么 这个恐怖故事播出之后 收视率蹭蹭地往上涨 这也让栏目组更加地去想深挖这个故事 于是他们找到了当年被吓瘫痪的那位校长 从校长女儿口中得知 之前也有七个男人来探望过 还自称是他的学生 其中一个叫做阿强 当晚栏目组电话被打爆 全是询问大头怪鹰的 主持人抓住机会再次开播 却不料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女人正在直播 直播室里的氛围突然变得诡异起来 冷气暂停 玻璃窗一片模糊 而室内的主持人好像被定住一般 嘴唇不断地颤抖 双眼透露出不可言喻的恐怖 两人说 就在身体的周围仿佛多了一个人 可外面的人根本就看不见里面发生了什么 这时神秘人阿强又打来了电话 正当所有人准备录音的时候 主持人好像看见了什么东西 直接暂停了节目 领导冲进来大发雷霆 主持人却说 总感觉身边有东西 所有人都觉得他在瞎扯 结果录音室晚上复盘录像的时候 竟发现了不可思议的影 第二天早上 录音室离奇失踪 家里的电脑定格在一个画面 原来直播室里多出的那个人就是阿强 于是节目组又找到校长的女儿 想从他这里得到更多有关阿强的信息 不料女孩突然变得惊恐起来 说自己早晨见过这个人 刚才在医院 他亲眼看见阿强走进了校长的病房 可等他走进去之后 却一个人影都没有 而此时的父亲好像被施了发 拉住了女儿的手 使劲地按向了自己的胸口 随后他的心跳便慢慢地停止了跳动 当年的那七个孩子到底和大头怪鹰有什么关系 节目组几人有女孩的带领来到了当年的那所小学 想要调查那七个学生的档案 他们发现这七人品学兼优 几乎每个学期都获奖 女调查员感觉到这七个学生肯定不是一般人 然而就在报社里 他们还找到了当年大头怪鹰的相关报道 此时空中莫名飘连了一团鬼火 瞬间引燃了报刊社 很明显是在阻止他们继续调查下去 但实际上 另外六名学生早已在一处工厂集体自杀 死状极其的惨烈 所有人都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鬼 认为只是凑巧罢了 然而接下来的一通电话 彻底地改变了他们的认知 产房传了一声惨叫 刚出生的婴儿竟然站了起来 脑袋比轮胎还大 头上还都是眼睛 这可把护士给吓傻了 多年后 调查员接到一通电话 是失踪了好几天的录音师打来的 说自己在一个废弃的工厂里 等几人赶到 工厂空旷安静 一个人影都没有 一个人拨通录音师电话 根据录音师的指示 他们来到了一个货舱 结果看到录音师躺在了血泊之中 头顶还有一个六头怪物的图画 他手里紧紧攥着电话 电话还在通话中 更令人费解的是 经过法医的实验报告 录音师已经死亡12个小时了 那么问题来了 电话里的人到底是谁 难道真的有鬼吗 带着一问 女人来到了当年被封的产房 这些年来 没人敢进去 可她偏不信心 独自走了进来 突然 医生呼唤声 器械碰撞声 孕妇嘶喊声 全部交杂在了一起 原来 大头冠英出生当日 也是孕妇难产 去世之时 此时同事推门而入 一切戛然而止 但是屋内气泻灵乱 凳子散落在地 又证明一切确实发生过 女人也是不撞南墙不回头 她又找到当地有名的神婆 想让她帮忙调查事情的真相 神婆来到录音室被害的厂房 嘱咐两人 在自己施法的时候 无论听见了什么 都不要睁开眼睛 这件神婆跪在地上念着咒语 女人像是被控制了一样 不由自主地睁开了眼睛 竟看见墙壁上 出现了长着六个脑袋的怪鹰 七个小学生拿着石块 疯狂地砸向铁笼 铁笼内的大头怪鹰 随着一声惨叫 便没了声响 因为女人不听话 睁开了眼睛 神婆遭到反噬而死 而后 警方又从录音室眼镜上 取到了一枚指门 正是阿强 阿强也被警方找到 但他已经去世三年 早就成了一具干尸 最后 他们来到了 关大头怪鹰的地方 只发现了一个铁笼子 和一盆米饭 突然一个声音出现 当他们出来之后 女人竟然看见 一个没有脸的红衣女子 正在朝她 缓缓走 这是发生在香港西区的 真实灵异事件 经过改编之后 拍成了电影 导演采取了伪纪录片的 拍摄手法 让人身临其境 这部恐怖热线追大头灌鹰 被誉为港孔的代表作之一 感兴趣的小伙伴 可以去看一下原片 悟空闹电影 带你走进不一样的电影世界